人籍YouTuber陈彦霆经常拍摄多元主题的影片 累积了35万人订阅 他与老公巨人婚后育儿一子 也常在个人社群平台 分享育儿及生活日常 近日他发文透露前阵子在睡前 逛网路拍卖平台时 看到了只需要128块的懒人吹风机 脑子一日就下单了 想要体验双手解放的感觉 他收到包裹后 不管老公有多傻眼 开心的马上使用 根据说明书 将神器带到头上 不料在操作上却频频出问题 先是吹风机飞走 随后帽子又飞走 几近波折才顺利吹上5分钟 他满怀期待的拿下帽子查看成果 却发现头发还是湿的 耳朵也因为在容器里红的太久 不仅发红 还险些烫伤 令他无奈表示自己被背叛了 你来不少我本思小凡直呼 果然还是不能偷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